中聯辦官員 中聯辦官員也不會怕他們怎樣制裁 不知道有個官員說 我寄幾百美金給你制裁 所謂制裁七個中聯辦官員 正如我們剛才喊的口號廢紙一張 美國財政部早前宣布 制裁七名香港中聯辦副主任 又向在港經營的美國企業發出商務警示 連日來有多批市民到美國駐港澳總領事館門外請願 無語也要捍衛國家民族尊嚴 任何國家都要有它保護它自己國家安全的法例 香港1997年回歸之後 香港是中國一部分 怎麼可能被你們搞分化搞分裂 怎麼可以搞港獨 一定要有國安法 如果香港不是穩定安定繁榮有國安法 外來資金會湧入嗎 包括你美國商會在香港的投資會增加嗎 美國怎麼抵衛都沒有用 人在做天在看 霸凌行為只是帶給你一時的光榮 一時的光彩 另一位參加的市民認為 美國越打壓中國越強大 美國一向都是比別人強過他 一強過他他就去打壓 他就是一貫的技量 中國被人欺凌是百年歷史 這個是恥辱 今時是新中國 已經是不同以前舊那套 中國現在強大了 你怎麼打壓他都是打壓不走的 中國人民也知道要團結 還有中國人很有奮鬥心的 所以你美國越打壓中國就越強大 就是未來 這個製造地區 MINGT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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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TAX